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个半年我们警队的感觉是很孤立无患的 在过程中我们是很痛苦的 我们警队在这段时间所受的压力 我想不足外卫人道 你不是身处其中是完全不清楚的 2019年给全香港人都是一个很惨痛的经验 他攻击我的爸爸妈妈的祖坟 然后到11月6日 直接对我个人攻击 那次也是死女逃生 在很危险的情况下 我们包括发动了一个守护国旗大行动 青年快线社区清洁大行动 去维护我们中国人的专业 我们去遭受到起底 甚至乎我自己都不如去放弃了我自己 因为学校的事业 是有牺牲的 在2019年里面 当我表明了立场之后 我就受到很大很大的攻击 漫码投诉 还有人身的恐吓电话 令到我在那年里面都觉得很不安 在2019年黑暴期间 我就开始我的频道 就讲一些我的个人意见 和给一些意见政府 那很开心就是 其实政府又采取了我部分意见 作为一个记者 一个作家 面对香港 从来没碰到过 2019 2020 这两年的社会事件 所以我就采访 采访警察 采访 亲近的朋友 这本书就是这么出来了 国安法通过之后 令到我们警队 有法可依 是将这个黑暴大大压制了 所以我现在见到我们 香港警队 得到国家的这么大力支持 而我们在香港政府 亦都是对这些黑暴 或者一些隐藏式的暴徒 或者所说的 孤狼式的暴徒 我们已经是 一定是雷霆地去打击他们 所以我对香港 将来的治安 将来的稳定 是有无比信心的 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的确香港是恢复了平稳很多 同一天空下 是14亿的同胞 他们出来对我的鼓励 和对我的支持 从我的自称为 一人茶餐厅 那些人外奸 叫我做十亿 四亿人茶餐厅 我这个是觉得很感动 原来爱国爱港 爱警察不是一件错的事 看到这条法例的生效 上上下下社会 整个政府都振作起来 在执法止暴制乱方面 达到成效 国安法对香港 是一个很强力的定海神针 行使了很多国安法的权力之后 大型的反动势力 瓦解了 国安法实施了一周年 我见到 特别民众在外出 甚至乎在生活 是特别安全的 另外在营商环境 就越来越安全 国安法首先就是社会安定 平报已经展高了一个段落 第二个就是选举法的重建 第三个就是要执政者 怎么把香港社会 往前代向融入中国内地 融入世界的潮流 既然我们国家昌盛范 以及香港能够脱离困境 重拾东方之珠 这种钢材 大家融入大湾区 擁抱祖国 这一个是我的希望 中國內地同胞、香港市民放心 香港警隊會一如以往繼續維持香港穩定 保護香港市民、維持國家安全 我希望香港能夠在國家十四五規劃 和越港澳大灣區的政策裏 能夠早日去火速融合 趕上國家高速快車的大局 我在祝福香港越做越好 撥亂反正之後能夠破格球變 在這個地方社會平穩、秩序、恢復正常 所有年青人還是要努力向上 為自己的未來為香港作出最大的貢獻